公投法公投 一顆顆水球曹主席台猛砸 民進黨立委狼狽高舉白板接球 立院再度上演水球大戰 還有鐵龍照著的人形立排排排戰 而這就是民進黨版公投法三讀扣 人民公投權利的未來 因為不止公投必須與大選脫鉤 還規定兩年才能辦一次 時間只能在八月第四個週六 是他門檻沒有改 還是要五百萬的公投的建數 以後公投基本上沒有辦法成案 變成絕對不可以勾在一起 這個是真的做得非常的絕 因為對台灣人民的這個 公投的權利可以說趕盡殺絕 公投法闖關同樣被丟了兩回水球 才上任的中選會主委李靖勇 面對是否大選公投脫鉤爭議 一再閃躲 畢竟以去年公投選舉人數計算 如果要成案必須達到四分之一 也就是495萬人才能有機會 投下公投票 門檻直追總統大選 單獨舉行公投的機會 將非常渺茫 你如果有這個能力去動員五百萬人投票 都可以選總統了 所以現在的法案基本上是扼殺 創制 覆決這兩個基本的人權 單獨舉行一次公投呢 要花八點六億的這個新台幣 但是如果併在一起只要花一點四六億 大大降低了公投的費用 所以以後我們分開舉行的時候 我們要花很多的錢 抗議公投法重返了龍 公投一別千古 人民公投權力遭到局限 民間團體要求2020管理委修正公投法 完全於民 既有人家會網志文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